量子快报 第十九期 第二部分 2024年9月24日 四 美国一大学屈服于中共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威胁 国家评论报道 一位前乔志成大学研究员称 在受到与中共军方有关的华大基因及关联实体华大制造公司的法律威胁后 学校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研究员表示 这些威胁与他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敏感信息有关 他认为 学校在保护学术自由和研究人员安全方面做得不够 他强调 他的遭遇可能发生在任何从事中共国国家支持的实体 和中共当局不喜欢的研究的人身上 这也揭示了中共国对美国机构的精英控制 数据揭示中共屏蔽人工智能网站的确切时间 Rest of World报道 新研究发现 中共当局于2023年3月2日封锁了ChatGPT的域名 在同一个月内 中共当局还封杀了数十个使用ChatGPT技术的替代聊天机器人和网站 这表明中共对不受政权控制的内容生成平台相当敏感 这被中共认为是威胁 6.中共国青年失业率在创新高 NBC报道 据分析人士称 受经济放缓和限制性招聘政策的影响 中共国今年8月份青年失业率升至自去年12月份新纪录系统启用以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 上个月中共国16至24岁非在校学生的失业率上升至18.8% 专家表示 过去三年里 曾经吸纳了许多应届毕业生的高附加值城市服务业急剧萎缩 尤其是房地产金融和IT行业 7.四国领导人呼吁维护台海和印太地区的稳定 台湾英文新闻报道 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领导人在9月21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支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们还反对旨在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 也对最近在海上领域的危险且侵略性的行动表示担忧 这些行动指的是中共国军舰冲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的事件